雲端上面所以剛剛這兩段 從這邊一直到這邊 所以如果你要複製的話 其實Ctrl C Ctrl V OK 只是說我剛剛沒有寫那個註解 註解可能之後 像這個註解到底要不要寫 我是建議你寫完之後最好寫一下 因為你之後可能會忘記到底寫什麼東西 寫的方法我之前講過 就一個單一號開頭 然後我習慣是步驟 12345這樣子 每個步驟一看就一目瞭然 以後如果你要寫類似的東西 你就可以參考 所以一般的話 程式盡量就是有一個範本 比較不容易寫錯 寫完之後的話以後 反正你有範本來改應該是最簡單的 最怕是 你要從頭寫 那一般對一般來說還是太複雜 所以 這邊提供給我一個範本 以後的話類似的狀態 那你就可以拿範本 我雲端上面有非常多的範本 當然不只是說只有那個 我們上課的部分 其實你會發現還有其他的東西 其他補充 還有更 這個綜合的 高階的函數 所以其實還蠻多綜合的話又還有分好幾個 還有入門進階的 還有以前我的 BigData的一些相關的範例 還有一些帶整理的 入門進階 還有什麼 反正每天 之前有蠻多同學問的問題 我就把它放這邊 這是入門的一堆 有興趣自己再整理一下 然後進階的話呢也有蠻多的 像最近有一些 我看好像有 P4轉PDF 或者什麼一些 相關的 各位可以自己 再了解一下 那最近好像有同學 之前有同學問說 P4他一堆的 他每天照相 可能是做 室內設計的 他每天拍很多照片 然後最後要把 照片把它放到 Excel裡面 可是他以前都是插入圖片 插入圖片 然後慢慢 慢慢弄 那後來我說幹嘛那麼麻煩 你就直接 這邊就有答案 OK 然後 如果有興趣的話 一堆自己再慢慢看 那主要就是真的能夠有一些實際的案例 然後呢你就是真的去把那個問題 有效率的解決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應該講起來 最後的年曆應該要長這樣子 就是不是這麼簡單喔 我最後是這樣的 可以 把它清除掉 然後有個年曆按下去呢 他可以把我們剛剛所做的所有切 全部做一遍 做什麼呢 你輸入2020好了 按確定之後的話 自動幫我把這個日期加上1月1號 填到這邊來 幫我把2月1號到12月1號產生 再把這邊全部自動產生 並且判斷是不是同個月份 再來把那個 設定格式化補上去 禮拜六禮拜天 設定成不同顏色 那我已經把它寫好 因為我就照著那個 寫出來 不過有點難度喔 而且時間可能不太夠 我又把 完整的程式 放在雲端上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回去自己研究看看 真的不是很困難 按確定之後 OK了 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又可以 如果2019 Enter 又全部OK了 那這樣的話 意思就是以後啦 反正 所以如果你工作裡面有很多這種自動化 你會發現還蠻方便的 輸入一下 東西都有了 甚至報表就自動出現了 這樣的話說真的 你每天也根本不用做太多事情 你每天就輸入一些條件之後 然後等到下班前再給老闆就好了 OK 這樣也不是蠻好的 每天生活應該 上班應該是蠻愉快的 OK 不過就是你要先把這些東西全部做完 我發現真的 以前上我的課頭 蠻多就已經真的都做好了 那所以他們 感覺上課 就是沒有學這個之前 每天都感覺 壓力很大 愁眉苦臉的 上完這個課之後呢 整個人心胸 然後講話的感覺的那種態度就不太一樣 每天就感覺 好像沒什麼 感覺就很愉快的那種感覺 OK 剩下最後這個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有把程式也放在雲端上 裡面的話 大概就是我有把那個 步驟出入第一天有沒有 然後呢再把每一天 在這個地方跑出來 不過這邊可能會比較有問題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 比如2019 好了 那丟過來了 他會自動 因為格式改了 再來比較麻煩就是說我要怎麼樣 把這邊的那個 資料丟過去 其實我也是 是用什麼用丟公式到那邊 但怎麼樣剛剛好 你會發現剛剛好有沒有 那其實 主要這邊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丟公式的時候 這邊是A 這邊是B 這邊是C 當他跑第一個的時候丟A 第二個丟B的話 那不過你會有個問題 這個問題比較麻煩這個你們也可以參考 就是說呢 你要怎麼去切到那 那一個第幾個欄 因為他跑回圈的時候 他是一個數字 但是這邊的話呢 但是這邊的話呢 要一個什麼呢 要一個文字 所以我是怎麼 上面先有一個變數 叫Colin的自串 那當他怎麼樣 當他跑第2 當他2的時候我就抓這個 當他3的時候抓這個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裡就好 OK串在中間就可以 這個是我想到比較簡單的方法 有興趣可以看看 因為這個有點難度 最後的話呢 就是底下都一樣 就把所有東西全部跑完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整年年曆 最後清除的話 其實 也不外乎就是怎麼樣 就是 清除裡面的話基本上也只是 去 把原來的東西先複製 把底下清空 最後再還原 還原的話其實就是 去call一個什麼 還原 還原什麼 還原的那個range 呼叫他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有一些已經寫了 我就是用call call他就好了 我不用重寫 OK 換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 這個部分的話 雲端上都有 把我剛剛的那個年曆 一整年的程式放在雲端 如果有興趣同學回去 可以再看過 那我們會間隔兩個禮拜 所以回去的話 請各位 自己再稍微複習一下 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會繼續看那個數學 跟那個統計 那個單元的部分 後面還有數學統計跟 檢視與參照相關的函數 回去的話有時間也 也許可以先預習一下 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我們先進去看看 我們先進去看看 我們先進去看看